一线肿瘤如何导致减肥? 在一线癌早期,小化名的不足会导致组织分解。 一项研究揭示了一线癌患者的体重下降情况,并提出体重减轻不一定会影响患者的生存。 早在2014年的一项研究中,研究人员发现,一线癌患者的肌肉在很早就开始衰退,通常要比其他健合疾病症状都早得多。 这种组织浪费过程是如何发生的还不清楚。 一种假设是,一线肿瘤过度产生某种信号因子,比如激素,它在血液中循环,促进肌肉和脂肪的分解。 然而,在他们的新研究中,马生理工学院和达纳法国的研究人员发现事实并非如此。 相反,他们发现即使是非常微小的早期一线肿瘤,也会破坏关键消化酶的产生。 患有这些早期肿瘤的老鼠体重减轻了,尽管他们吃的食物和正常的老鼠一样多。 这些老鼠无法消化所有的食物,因此它们进入了饥饿模式,身体开始分解其他组织,尤其是脂肪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